各位,紛紛擾擾世間時 坦坦蕩蕩,中國情 這將會是我們和趙教授、余道、MM一起做的一個新的時事節目 首播將會在6月1日,香港時間下午1點30分開始 我們取的名字叫做世情國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其實並不太平 在歐洲有俄羅斯和瓦蘭的戰爭 在中東仍然紛紛擾擾,戰事沒有停過 在非洲有沙特阿拉伯,不停轟摘也門 而我們亞洲這邊比較好一點 因為有一個定心院在這裡,中國 中國在整個掘起過程之中,並沒有用過一兵一桌 而其實在過去幾千年,我們亞洲很多其他地方 包括韓國、朝鮮、日本、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的人 我們一向都是相安無事 中國從來並沒有有一個侵略的意圖 想將他們控制住 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或者應該說在西方列強開始在全世界倒轉殖民之後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血腥的大政治改變 在西方可以來到我們中國一邊 我們知道引起亞平戰爭、八國聯軍等等 我們中國人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東南亞這些很多國家也被變成殖民地 當然一些比較上沒有那麼發達的地方 比如美國或者澳洲這裡 現在變成了一個西方主導的世界 這個世界真真正正是紛紛擾擾 並不平安 但是我們頑顧祖國 中國祖國的發展已經達到一個階段 中國已經沒有絕對貧窮的人口 中國現在的經濟力量正在不斷擴張 而我們這個擴張並沒有用武力 我們全部是憑著自己的辛勞和智慧 我們說的是大家的合作 說的是一個和諧社會 說的是如何大家共同富裕 這是一個明顯和西方領導的政治 有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節目的世情 和大家分析一下 說一下了解一下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 各事 我們選的是是非的事 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 我們站在正確那邊 我們是是那邊 而不是非那邊 所以我們中國是坦坦蕩蕩的 因此我們可以開懷見福地 和大家交代一下中國人的情懷 尤其是我和趙教授都是華僑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做華僑的心聲 這一集節目首播 在下個星期的星期三 香港的時間1點半鐘 就會隆重跟大家開幕首播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支持 讓我們這個節目做得更好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 大家覺得有什麼題目 特別是希望我們可以討論一下的話 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相信下一集 我們第一個主要的話題 就會說回澳洲這裏 改變了政府 中國第一時間伸出了橄欖枝 中國已經對現在我們新上任的總理 致電祝賀 這個打破了過去兩年多時間 中國和澳洲政府沒有接觸這個冰凍期 希望這是一個好的新開始 現在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新任總理一上場 第一件事 在第二天跑去日本那邊 還有拜登、日本首相和印度總理 建立了四角的高峰會議 這個對決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外交的使命 見他做得非常好 和拜登談笑風生 到底他說什麼我們當然不知道 但是沒有任何 這是一個好開始 我都希望澳洲能夠在國際舞台上 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是澳洲這地方只有2,400多萬人 所能夠做到的事 其實是非常有限 但是做好自己的事 是非常重要 我希望未來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 但是下個禮拜的節目 就會講講大選之後 澳洲和中國的關係 有如何的發展機遇呢 希望大家可以到時收睇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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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